帐篷之中依然是巴图板着脸在接待狗男女 但这会儿巴图觉得自己就是条狗 他们是男女 谁能想得到 在自己已经有预计和防备的情况下 在自家的营帐里 无数军马的包围之中 还是被这俩轻取使者首级 不说这能力 单是胆色就没几个人行 结果这有一对 杀就算了还扣得一口好锅 要是被使者随从回去了一说 你就算把赵长河也砍了 辩解这是赵长河擅自杀的 你猜大汉信不信 梅奈河当然只能杀尽使者随从 但在全军目睹之下发出这样的命令 那就真是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这会儿赵长河就是伸着脑袋让自己杀 自己都不敢碰 再气都不敢 事已至此 再不引大厦为援 死无葬身之地 结果这会儿是他们不信自己了 刚刚进入帐篷 月红铃就一直点在他的某个穴位上 顺时浑身痛痒难当 这是我独门的洛霞鸣灭指 且给你些许教训 从今往后 只要我真气触到你身 就可以随时引爆 死无全尸 我不知道铁木儿是否能解 总之即使你叔叔复生也是多半解不了的 巴图腾得冷汗淋漓 何必如此 此时此刻 我哪里还敢打你们的主意 早就只能一条道跟你们走到黑了 月红铃冷冷道 蛮人无信 休怪我毒辣 赵长河老怀大卫的坐在一旁自顾倒酒 欣赏老婆表现 越看越舒适 月红铃一介女流 独身行走天下这么多年 该狠的时候 当然比谁都狠 绝对不会轻易手软的 这样的妹子 怎么就被自己泡到了呢 看来长得帅还是有好处的 巴图只能认栽 硬忍着兽形般的折磨足足小半时辰 才勉强散去痛苦 继而低眉顺眼地给他们倒酒 仿佛刚才的事没有发生过 赵长河心中也按道这四真是个人物 以前怎么会觉得这就是个铁憨憨呢 他终于叹了口气 开口道 巴图兄 你这臭脸搬给谁看呢 不是红灵救你 你都死赫山毛下了 转个头来和铁木耳使者勾肩搭背 严密看守我们俩 是不是还想嫌我们不肯引颈救路 破坏了您的失望大忌呀 巴图们声道 行了 我为什么搬这个臭脸你也知道 咱们又不是朋友 各位几谋 如今你成功了 仅此而已 不得不赞一句 你赵长河确实英雄了得 无论豪情胆色 还是武艺都让老子佩服无比 现在入你套中了 你想怎么做就直说吧 在这之前 我们先明确一个问题 说 谁操谁的吗 巴图憋红了脸 半赏才冲着月红铃喊了一声 妈 月红铃刚刚喝了一口酒 尽数喷了出来 差点没被过气去 赵长河也是惊为天人 巴图兄 看不出来你竟是如此人才 巴图面无表情 过奖过奖 比格下差远了 何必一副被坑的脸呢 赵长河靠在椅背上 悠悠喝着酒 我这是助你走正路 铁木儿想吞你不足 都快写在脸上了 你居然真能被一点承诺忽悠过去 以为能取得当初你叔叔的地位 从此高枕无忧 你梦没醒呢吧 便是你叔叔当初也不过是个臣子 你还想强得过他去 我倒想看看你当了个狗屁 失亡之后的日子怎么死 巴图按道 我是有虎猎这个后手 真有可能做到 比当初叔叔强盛 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不臣服 只是听掉的程度 但此时此刻 他不会去说这个 只是道 和大汉作对的决心并不好下 能各自相安是最好的 尤其是今晚你们的表现更让我意识到 月红灵要豁出命刺杀我的话 我都有可能要灾 那么如果大汉亲自来杀我呢 以前我没感觉差距这么大 可今天你们反倒在给我做演示一般 反倒让我更加忧虑 感情你之前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也不全是大汉和你们皇帝互相顾忌 燕门公关他都只是坐镇后方 大仗调兵遣将没有亲自出手 何况不足争端 再说我在神殿也有点关系 只要不是撕破了脸 大汉也不至于亲自跑来刺杀我这种角色 他还要脸 倒也有理 赵长河按道如果以夏龙渊为模板 谁说他会跑出去刺杀一个玄关七重的玩意儿 夏龙渊估计一巴掌先呼你脸上 巴图叹了口气 但如果要彻底撕破脸 涉及霸权交替 那性质可就变了 大汉不会再有这类顾忌或者矜持 摘我脑袋跟完一样 你们皇帝可不会为了我来牵制他吧 你敢承诺我都不信 赵长河摸着下巴道 你如果顾忌这个 我另外给你一个后盾怎么样 巴图冷笑 怎么 瑟北佛又想抬出弥勒教主不成 可惜即使是弥勒 也不是大汉一和之敌 赵长河翻了个白眼 这你就别管了 我说的上话的天榜 比你见过的都多 巴图愣了愣 按道好像还真是 除了大夏皇帝之外 至少这丝在崔文景面前 可真说得上话 据说他和司徒孝交情不浅 司徒孝的师父历神通 不知是否也说得上话 这随便一算就是三个 他巴图还真没见过三个天榜 赵长河盯着巴图 事已至此 色缩无用 如果我能找到一个 牵制铁木耳的人 你巴图敢不敢在燕门决战之时 从后面插金杖韩国一刀 巴图的呼吸逐渐粗重 赵长河一字字道 你也有神殿在背后 金杖汉王 他铁木耳做的 你巴图做不得 别说了 你想我攻大汉身后 很难做到 巴图深深吸了口气 此去燕门 黄沙集是必经之路 如果绕过黄沙集 到时候乌巴鲁从后面攻来 我这就是去送死 如果先袭击黄沙集 却不可能做到不放走一人 一旦大汉收到消息 我还是死 赵长河露出一丝笑意 你尽管绕道 乌巴鲁不会攻你身后 你确定 别告诉我要刺杀乌巴鲁 巴图看了始终没说话的月红灵一眼 像刚才一样 月姑娘即使可以杀我 他也跑不掉 你们真愿意去和乌巴鲁换命 无论我们能否做到 你别无选择 敢不敢赌 成则叱咤草原 败则生死足灭 敢不敢赌 巴图紧紧捏住酒碗 咔得捏得粉碎 月明星夕 汉邪宝马奔出营寨 直付黄沙吉 月红灵策马在前 赵长河抱着他的腰枝坐在身后 两人驰骋出了十余里 月红灵才终于开口 刺杀乌巴鲁 我做不到 我连黄沙吉都进不去 你莫非在骗他 赵长河笑笑 你怕是想问 我是不是想让你负险吧 月红灵撇撇嘴 知道你不会 就是想不明白 你能怎么做 还有你所谓的 给他找个天榜 听着就是大忽悠 难道你最终目的 只不过是骗他插铁木耳一刀 让铁木耳退兵 至于他战事不足会有怎样的后果 你根本不在乎 当然不是 别看他好像没办法似的 被我几句话牵着走 实际上如果看不见时效 他完全可以磨磨蹭蹭地进军 到头来什么都是一场空 所以你是真可以做到 他要的东西 我只能说尽力试试 这次不是让你复险的 你甚至不要进黄沙集 玉 月红灵勒住马 正没回首 我可不会在你复险的时候 干看着 你也有事做的 神殿不知道 有多少高手在市集里 你负责引走 千万别恋战 安全第一 黄沙集 中央黄沙湖畔 赤梨和神殿萨满在湖里湖外 整整勘探了二十几天 依然孜孜不倦 他们坚信此地必是秘境出口 只要守在这里 照常和雨月红灵插翅难逃 清晨的第一抹天光映在湖面 一片淋淋 看上去越发像一个秘境的样子 动人心弦 赤梨甚至有了几分 海市蜃楼的舞蹈感悟 正在琢磨间 清朗的女生 从市集之外飘船而来 赤梨何在 可赶出来 进你我扬州未完之站 月红灵 她怎么会在市集外面出现 赤梨傻愣愣地看着 干守着二十几天的湖水 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 谁他妈说 这湖是秘境出口的 推一本神鬼一仙 是聊斋风至怪文 文风古典却不影响阅读 设定鬼秘却又别具一格 极具东方古典特色 类似于信仰风神 香火正道 故而主角以文抄小说 以及卷编制考试为前期发育线 总体上稍有点偏日长风 不走寻常套路 对古典仙侠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不走寻常套路